那今天桃源本土确诊个案都是在匡列的范围内 那因此社区的风险是较小 虽然31号新增的个案都是二彩因转扬 不过物流公司跟农家乐小吃店都还没找到感染源 就分别有一名员工跟两名顾客又染疫 农家乐部分员工跟老板娘裁剪都是隐形 另外其中两例则是加贝尔幼儿园有关 为学童案18551的保姆以及保姆的儿子 目前幼儿园部分累积25人确诊 这条传播链逐渐明朗 郑文灿也说大了群聚案基本上已经收敛陆续结束 其余小型的感染还要追踪 尤其是巴德区要加强裁剪及环境清销 祖基点更不能马虎最新公布的场所 包含联邦银行北桃源分行以及两间药局 确诊的农家乐客人在陆丰当行工作 24号到28号从早上9点待到下午5点 目前在家居家隔离的有1486位 那么其中有530位是亚续的员工 那亚续员工的部分会在2月3号 也就是初三会解隔 但有一名员工似乎等不及了 竟然落跑搭飞机到金门找朋友 不只被市府重罚30万 亚续电脑直接挥大刀决定开除 毕竟他这个举动可能会害更多人无法回家过年 目前桃源市一千多人没办法再除夕返乡围炉 只能在防疫旅馆度过 但年后就会陆续解隔 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过年返乡不可能不栽车吧 就靠免塞神器TB的新闻APP 地雷路段子爆煤 一目了然 快避开 指定公里处塞车状况 这边没塞 随选随看 最新新闻同时及时掌握 过年返乡不卡卡 快下载TB的新闻APP 感谢观看